前阵子受到台风影响 造成了许多露宿倒塌 以及民生基础设施毁损 其中还包括了 抹电信公司位于白沙乡的基地台 同样是结束难逃 讯号中断 风灾至今已经三个多月 白沙乡有许多的村落 民众的手机 依旧是收讯微弱 造成了当地的居民 无法正常的使用脸书 LINE以及观赏影片等功能 纷纷上网请求协助 民众无奈的po文表示 请问白沙乡这几个月的信号 怎么那么差 打电话打客服 也只是关枪说法 有明代议员乡长都介入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在这个手机离不开的年代 讯号真的是有那么差吗 花钱买5G宽频 却得不到应有的上网速度和频宽 另外民众也反映 如果有一天刚好遇到紧急的事件 需要打电话求救 有音讯号不良 无法播出或者是正常通话 导致了延误送医或者是延迟处理 出了问题 闹出了人命 谁该负责 在针对我们白沙我们的网络讯号的问题 在自从我们七月底 我们杜书瑞台风的侵袭之下 经过了这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各家的那个电信业者啊 都一直告知我们在地的乡亲说 他们有在进行做一个抢修 但是在这三个月 我们的讯号 我们的手机的传递讯息 以及在通话的这个品质上 都没有做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在此这边要呼吁我们各家的电信业者 是否能够出面与我们在地的乡亲 来做一个沟通 做一个协调 以利我们的乡亲 在做一个这个网络上的使用 能够让品质的更加的稳定 白沙乡议员魏瑞宏得知消息之后 也表示 人命关天悲同恶戏 紧急事件通报刻不容缓 已经签了该电信公司 尽数安排工程人员 解决收讯问题 另外也针对民众反映 每月交高额的月租费 却断断续续的微弱上网 也请电信公司应该提供补偿 白沙乡议员宋芸之也表示 针对讯号问题 已经是反映了两个多月 一开始是因为杜苏瑞台风 基地受损无讯号 当时说要抢修一个月 结果至今一直无法修复 导致了刺坎村的居民 甚至是他自己本人也是受害者 希望电信公司尽数处理 记者王海龙报道